灑糖了就對了 相對有香蕉的舞蹈圈 那誰叫我啊 你是演的 釜女魂大爆發的時刻來了 又有新的BL劇 立喆已經莫名其妙的變成釜女代表了 所以只要有新的BL劇 我們一定會成為好選擇的來賓 今天歡迎的是 纏上你的三位主角 耶 你們有沒有發現現在真的 BLG Boy Love的這種戲劇 超行超行 連最近無論是小螢幕大螢幕 都有好多好多很棒的作品 像這一次的金馬獎入圍有超多的 有 像柯哉 你心裡的名字 對 那從History開始 這一個蜂巢似乎都已經攻佔了影視圈 台灣打開了這樣子 對啊 然後甚至你們的觀眾是會騙擊全球的喔 是喔 真的 你不知道喔 又希看起來很驚訝 我也是最近在個人平台上面有看到 國外的 看不懂的語言 對 還真的是看不懂的語言 對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三位的角色好了 就是我們在這個禪尚禮裡面 好奇成章跟又希分別飾演什麼呢 大家好我是邱好奇 然後我在禪尚禮裡面 我飾演的是一個甜點師傅宋依凡 那她是一個表面上看起來也是一個工作狂 因為她可能跟她的原生家庭 有一些隔離 有一些疏離 導致她的重心 全部在她的事業上面 那 和這個 人與人之間 其實也有一些情書關係上的問題 這樣子 那剛好在影韻結論一下 遇到了 我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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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成雙禮裡面演的角色是 一個歌手 然後 她為了這個就是花了很多心思 所以 害羞了害羞了 VP來救援啊 好貼弄 開始灑糖了就對了 相對有相對的 我怎麼有點可憐 人家誰救我啊 你是不是 你是演一個 黃紅 黃紅歌手 然後 因為寫了一首八秒 然後爆紅 然後我的八秒 是寫給我的初戀 不露臉 看著眼神 想要脫身 可是 你不要自己頭 會嗎 真的嗎 你不要跑 你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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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 你跑 你跑 然後在劇的中 中段後段會遇到她 就是她的另外一半 是我的初戀 所以這有糾纏在一起 哇 這是還蠻勁爆的劇情耶 這也有點灑狗血喔 不好意思 我剛剛停個車 我是輸打 好久不見 所以你的初戀是她的另外一半 對 那她等於是你的情敵嗎 其實也不 適合十幾年了 適合十幾年了 哈囉我是又希 我在《三十少年》裡面 飾演的是張伯榮 然後伯榮她是一個 部落客 其實她是一個比較 感情比較細膩一點 那她在請到準備步入婚姻 但我另外一半就她很初戀 所以中間就有一些 比較愛情上的動搖嗎 天啊 所以你本來已經要步入婚姻 對 我是準備步入婚姻的男生 這真的還滿八點檔的劇情耶 就是她們要步入婚姻 要選結婚蛋糕 來到自己的甜點店 對 合作喔 剛才是我高中學弟 我們在其他車認識了 那就太巧了 你看今天有得聊了 你們看一下要喝什麼啊 我等一下要去準備 謝謝 我都可以啊 人真的會對初戀 有一個特別的位置 好奇自己有這樣的經驗啊 我有啊 什麼情況 我要這個小分享一下好了 沒有分享過 就是 太好了 因為我的初戀是 跟我一樣在大學的時候 跟他一樣也在大學 他是吉他社的社員 我的初戀師 因為我是跳街舞 我是熱舞社的社長 那那個時候的初戀就是 他也是我的團員 社員這樣 然後中間離開社會後 就各自就沒有聯絡嘛 可能我在拍一個街舞電影的時候 他就是來客串我的對手 我就跟導演說 從哪裡找來這個 這個對手 然後就怎麼樣 你覺得他不好嗎 不夠強嗎 他都沒有 他是我的 初戀 那你有去跟他打招呼或什麼 我跟你講就是那兩天 那太尷尬 兩人都沒有打招呼 但兩個都知道對方 才動不一種 不認識 所以整場戲拍下來 你們都假裝 沒有認得對方 而且現場也沒有人知道 我們這個關係 我就跟導演講而已 那跟這齣劇裡面 劇情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這齣劇情應該就是 兩個就 有點落上 他們看到的時候 也是 撞一下 但是後來 再 再試一下 對啊 對 就是 留個 來什麼 對啊 喂 凱安娜 怎麼了 就想問你最近有空嗎 有一些音樂上的事情 好啊 你想要約什麼時候 我都可以 那 看你什麼時候有空 不然 我看一下行事例 我再回訊息給你 嗯 好啊 這部戲裡面其實講的 還是一個八秒鐘 為什麼你們有沒有跟導演 討論過 八秒代表的是什麼 很多東西都是八秒 比如說八秒成名 八秒愛上 八秒愛上 Kora姐 9點52分08秒 因為昨天護送老闆 賣2分08秒 你有時間算這個 幹嘛不去幫忙擋啊 擋 我去擋的話 粉絲坑暴動吧 啊閉嘴啦 你 華人傳統罰 然後一個罰 喔真的 是因為這樣 好辣子的討吉利 超讚好不好 欸其實我現在 接觸你們三個之後啊 我發現你們個性跟螢幕的個性 那個人設很不一樣欸 螢幕上面其實好奇這個角色是高冷的 對 但是現在在這個 三位團體當中 你反而是 就是最多化最開朗的 然後成章在裡面是一個很開朗的角色 對 因為你是直播主嘛 你必須要能夠一直對著鏡頭 淘淘不絕 對 對啊 現在超級熱 男神 該不會 接下來要許願吧 可是你反而 人 還好 超害羞的感覺 對 就是我本身個性就這樣子 但是我其實沒有那麼開朗 沒有那麼活活 所以其實演 演的當下是非常費心 而且裡面有很多就是你需要面對的人群 無論是粉絲追著你要簽名 還是你在街邊就是表演給大家 這些需要突破自己的心房 要欸 因為我真的沒有在路邊唱過 對啊 而且他是真的有連喇叭 喝醉酒也沒有嗎 沒有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拿喇叭 然後還有麥克風 像街頭藝人這樣子 對 而且那時候有發靈眼 二十幾個 但是他就是在台北車 反橋車站外面 所以也有很多人就停下來看 是啊 就有人來看 對 沒錯 聰明 聰明 請你不要可以擠喔 別擠 就是這樣他都會抖啊 因為根本不知道怎麼面對這些人去 然後 而且你是要真的唱出來 對 我們看不出來你的緊張 可是原來你其實自己下聲音都發抖了 對啊 有人真的打賞你嗎 沒有 賺 真的 有沒有真的 對 路邊有人來打賞 真的 我們今天還特別針對主席 找了這間甜點店 然後這甜點店的招牌也剛好是檸檬塔 你來說說好奇跟檸檬塔的原本吧 因為你在這個裡面的廚師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 隨時上架 我們下回再見 你怎麼看 所以就是啊 我們來看點 小鈴鐺 續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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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跟多年 我們下面發生的小鈴鐺 我們來看見 到一個餐廳 等下一個角度 五星